周日,80万香港人参加民政举行的国际人权日游行 同一天,英国伦敦、加拿大多伦多也举行了机会和游行活动 还有韩国人前往香港,声援香港民众争取自由民主 香港民政在8日发起国际人权日游行 有80万香港人民走上街头表达诉求 同一天在加拿大多伦多就是政府前 多伦多人称香港、港加联、民主中国阵线等多个团体的500多位民众 举行国际人权日集会 呼吁国际盛会关注多个月以来香港警察的暴行和中共的人权迫害 我们看到香港的反抗和警察的暴行 在香港的反抗和警察的暴行 是真的支持台湾人士的支持 因为没有跟中国有任何关系 那些增加拿大跟中国人权迫害 我觉得我们专门者说 我们都很弱和着到达出出已经 中国人权迫害 政府的人权迫害 还有大伦多的以后 我们都不会立即向到动呈行 聲援香港128世界人群日的活動 國際紛紛站出來支持香港人民 而在香港當地有一群韓國公益人士 也特別到香港聲援港人 他們拉起We stand with Hong Kong people的橫幅 穿上同樣字樣的黃衣服 象徵與香港市民站在一起 新唐人亞太電視綜合報導